留过长发吗 我之前留过 一直都留长发 一直都留长发 什么契机之下 把头发剪短了 哪个男孩说出来 没有没有 因为我留长发的时候 有点难以形容 难以形容 有些人留长头发 特别像假发 对 剪头发了之后 我就入围亚太最美 面孔前100名了 真的 短发更美 还我后面的是那个 李嘉欣老师 李嘉欣在你后面 李嘉欣在你后面 不是 但是那个亚太那个榜 沈腾哥也入围了呀 沈腾老师在30几名了 就是说 你在李嘉欣老师的前头 沈腾还在你前头 前面的前面的前面 所以我觉得这个榜 不太准 有很多女明星留短头发是好看的呀 对 周冬雨 郭彩杰 李宇春 梁又齐 那我们来看看那个女生的线索是什么呢 好 来 请看 衣柜里没有裙子和高跟鞋 你看 又来了 女生还是女生吗 就完全不喜欢这些东西 穿过 但是 不喜欢 对 其实有很多女生是不喜欢穿高跟鞋 高跟鞋也很难受的 是 侯卫成姐您爱穿高跟鞋吗 佩成姐超级爱穿 拖鞋都是高跟鞋 嘉欣 哈哈哈哈 我想尝试 但是我 身材不太适合 我穿高跟鞋走路就会变这样 哈哈哈哈 感觉像骑马来的 哈哈哈哈 那那想问你啊 你为什么一个女生 然后你家里没有高跟鞋 也没有裙子呢 对 因为跟我的兴趣爱好有关系 你喜欢做什么 就是我喜欢动起来 动起来 对 要不然就是走走路啊 骑骑车 游个游这样 动作比较大就对了 好 我们很确定 反正她一定人气很高 对 然后是中性风格的 对 好 还有其他线索吗 曾经当过导游 哇 这个好特别哦 是那种专业的 会带别人买药 跟买玉的那种导游吗 哈哈哈哈 没有没有 因为我本身就很爱旅游 我是有进行过系统专业学的 哦 专业导游 那一般这个导游都要说很多国的语言 对 那你本身可以吗 呃 太语很强 太语 闽南语 也很强 真的假的 闽南语你也可以啊 就不然我跟献哥PK一下闽南语 绕口令 绕口令啊 来 我跟你说你不能跟别人说 你跟别人说 我就不要跟你说 选个厉害 这太简单了 我跟你讲 你不能跟别人讲 你如果跟别人讲 我就不跟你讲 对 好 来 你讲来我听听看 黑凤梨加油 我跟你说 你不跟别人说 你不跟别人说 我跟别人说 哈哈哈哈 这个太厉害了吧 那你泰语有绕口令吗 呀 老师 给我一个beat 一个beat 来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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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欢迎大家 来到美丽的泰国 我们东西很好吃 我们人长得很好看 哎呀 你们有去过哪里呢 芒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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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的老天爷啊 前面只有一个 Sawadika